国际焦点伊斯兰国绑架日本人质 已经杀了一个日本举国震惊 现在开出最新的条件 他不要两亿美金赎金了 而是要用幸存的一名日本人质 来交换现在关在约旦的一个女炸弹客 为什么两亿美金不要了 宁愿换这名女子回来 她是何方神圣呢 CNN说她可能是伊斯兰国首脑的姐妹 曾经身上绑着炸弹 攻击约旦一家饭店 后来任务失败被逮捕 被约旦判了死刑 穿着大衣包着头巾 雷沙韦看起来就像一般的穆斯林女性 但剪开扣子腰间绑着整整一圈的暴猎物 才知道她绝非善累 美国媒体说她可能是 IS首脑巴格达迪的姐妹 让极端组织宁愿舍弃两亿美元赎金 遥用幸存的日本人质 从约旦手中交换她的自由 2005年雷沙韦和先生 从叙利亚持甲护照入境约旦 策动炸弹攻击 首都安邁的一间饭店顿时辰 人间炼狱造成47人死亡 雷沙韦任务失败被捕后变称 炸弹攻击是她先生的主意 更控诉警方行求 单人就是被判处绞刑 囚禁至今 想让雷沙韦重获自由 IS开出条件 愿用日本人质交换 何况他们手中还有去年底 俘虏的约旦机师作为筹码 上个月才恢复执行死刑的约旦 是会一命换一命 还是强硬的处绝雷沙韦 确实左右为难 记者刘中报道